提到云林谷坑 这里不只产咖啡 纯净的山泉水与气温也相当适合养鸡 这里有位人称华山鸡王的林文智 他与回想养鸡的硕士儿子 将一公顷大约是三千多坪的山坡地 采放牧的方式 让鸡群自由地奔跑 加上种菜给鸡吃 补充营养 吃好住好下自然也长得好 后来在儿子建议下还卖起了柴烧滴鸡精 金黄农醇的黏嘴滋味 成功在高价的补品市场中 占有一席之地 满片绿域下 毛色闪闪发亮的鸡传说其中 它们自由自在地悠闲漫步 就像山林间的小精灵 这一公顷大三千多坪的废檳榔园 是它们专属的活动空间 出来在外面外洞的空间越高 它的抵抗力就较强 它的免疫就较强 它产生的病菌就较不产生的病菌 这样从鸡就较健康 这只鸡很健康 它们的肌肉很健康 它们的肌肉很健康 肌肉很健康 肌肉很健康 这个毛巢很漂亮 它的肌肉很健康 肌肉很健康 还有听他的声音 听声音 听声音判断健康状况 这是林文字累积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力 今年六十岁的他在还没养肌前 原本是全台湾最大的精致代工商 因为那时候需要很大 要让我们台湾都要拿现金来排队 排队要在我们这排时间和台湾 那时候回来是真的好做 但终究敌不过东南亚的低价竞争 全台第一的金智王看着一家老小 他没有时间悲伤 只想着要如何东山再起 听着前辈的建议 只用飞机音改造的玉米粒喂食 林文字很幸运 第一次养鸡就成功 但因为没有认识的通路 他却连只鸡都卖不出去 第一次鸡就自销 通常一般都鸡到十三岁 十四岁就了 我一直鸡到十八岁 那一只鸡还出都没出到 就像我每天鸡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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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缺点烫 那天鸡就缺这个 缺点很高兴 不知道我们是在了解的时候 多养一天鸡的饲料费用 就多出一万 差点就要撑不住了 但危机就是转机 没想到卖不出去的鸡 竟然帮它打下现在的市场 不然就想说没有多少处理 处理了 因为十八岁超过 因为肉费的鸡很好吃 人来买一串人就吃 哇 哪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都会受介绍来买 这座菜园是林家人 专为鸡群种的营养补寄 林文字的小儿子林玉泰 正在割的是当季的地瓜叶 应该这么讲 基本上是杂质性了 那我们希望利用各种不同的蔬菜 或者是果类 可以提供给鸡不同的营养 像我们整个菜园 不同一年四季 会有产出不同的一些蔬菜等等的 那就给鸡各种营养 可以让鸡活得比较健康 然后他们也会吃得很开心这样子 还有这边 这边 这边 对 这边 跟着父亲的步伐 一步一步学习养鸡 今年二十八岁的林玉凯 是家中学业成就最高的孩子 因为舍不得父母亲常年辛劳 两年前不管众人反对 放弃即将拿到的硕士学位 却选择回乡养鸡 我觉得那真的是需要 心理建设的一个过程 可能旁边也有人会想说 你读到可能硕士班了 那我为什么不继续往上发展 甚至读博士班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我蛮喜欢大前营的讲一句话 就是说 当你认真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有破釜沉舟的打算 刚开始我也反对 因为这 企刑感觉我们是一种传统的企划而已 是不是有那种企刀 其实我们也没有把握 我也会反对就是说 是不是有那种企刀 没有那种企刀 你回来这里 我觉得你就在外面通车 玩得这么久了 总是回来这里 觉得觉得觉得越浪费 梦想很大 但林玉凯走得踏实 回来两年 跟着父亲 收夕机场作业 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这才让家人相信他的决心 当开始 其实 zombie 可能有人会 我們習慣習慣 是說要找頭髮的 怎麼回家在這裡經營 是不是說得難聽 是不是大財小用的 還不習慣習慣 但是我覺得 漸漸他有 進入這個 俗信訪明和網路行銷 後來我就覺得 怕怎麼還不錯 有需要回家再加強一下 我才知道漸漸來 這是他的意見 一加一大於二 負責量聯手 機緣越做越大 有了生力均加入 現在不只養雞 還賣起了媽媽做的低基金 他之前就說買回來做 我說是說真的還是假的 他說不然媽媽 我們來找雞精來賣 因為他說真的養雞 對 尖堆是雞精方面 大家很需求 很大的 因為大家做未來 還有懷孕的 還有孩子 調生身體 都很有效 沒有 你要做的也好 但是大家都要團隊來做 不可以說只有我在做 對 只有我在做也很痛 因為要分工合作 對 也是給他贊成 贊成就是說 我就要做比他們那麼多 燒得火紅的龍眼木 慢慢的為肌肉加溫 黎媽媽說用柴火雖然慢 但軟火才能熬出 低基金的香濃 阿姨 還要多久啊 大概六小時吧 經過慢火細熬 十二個小時終於能起鍋 移開層層疊起的雞肉 底下是最珍貴的精華 平均一隻雞只能滴出 350CC的低基金 顏色金黃透徹 味道濃醇 沒有腥味 黏嘴的滋味 讓很多人一年就成主顧 加上林玉凱細心的記錄 每一位顧客的需求 現在低基金的銷售 已經追上原本的生機買賣 我希望藉由記錄每一個客人 他的一個背景狀況 就是說他可能懷孕 或者是有些有小殘的 那他們能夠 他們會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將年輕人的思維 帶入傳統養肌業 再利用自己的電腦專長 在網路上行銷增加曝光 我們透過誠懇的跟人家 讓人家了解我們的養肌過程 然後其實現在蠻多人 其實願意給年輕人機會 只要你肯去 你用心去跟他們介紹 其實大家會覺得 你年輕人能夠做這樣 其實是很棒的 碩士反鄉養肌在外人眼裡 或許有點大財小用 但林玉凱心理明白 借下父母親 投入一輩子心血的機場 用心經營 才是報答他們最好的方式